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旭帆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1月6号礼拜三 美国总统大选在开票了 这个目前川普领先 而且川普的夫人还说 票不会差距太近 意思就是说我赢定了的感觉 那么好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如果说川普真的当选 对台湾股市到底有什么影响 可是大家来看看 同时在开票 同时台湾股市也在进行交易当中 你看看今天的台湾股市 这是怎样 即便是川普当选 那好像也无所畏惧咯 等一下先看一下今天的盘势 早上从开盘以后 是出现小幅的震荡 可是刚才突然一阵的急拉 也就是指数涨了200多点 大家来想象一个空间 这空间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很奇怪的 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 就是往上攻了以后呢 理论上好像不应该这样子 大力的攻击吧 但是他就来了 好我要看一下今天的盘面上 大家着重的焦点在什么 第一件事 我们先把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 先放旁边 因为最后等到公告结果以后 确认谁当选 好这个好 那个不确定因素就消除掉了 我们先回到这个大盘的本身 就基本上 我们所看到的昨天的美股 还很好耶 好 昨天美股来 科技股 不错 有一个股票叫特斯拉 特斯拉是 川普的算他的大金主了 特斯拉股价在往上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某一些这种车用概念 也在往上攻击 比如说同质啊 这一类的 好 各位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美超委会不会下市 美超委所提出的这个财报跟财测 都没有如外界的预期 好了 重点来了 就是连财报都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付 这是上次的这个会计师签证 他退出吗 说我不愿意跟你美超委 有任何的关联性 你这还得了啊 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这样讲的话 代表他看完以后头都晕了 还有可能做假账的嫌疑 那过去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不敢扛这个责任帮你去签证 好 那这件事情会触动什么 触动所谓的AI的供应链 那么也就是说 辉达跟美超委本来是好兄弟 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但是现在呢 美超委像火都烧到哪里来了 现在重点是我还办法 再持续的跟你保持关系吗 我要不要先把东西先转单转给别人呢 万一你真的要被迫下市呢 这是重点嘛 好吧 那所以呢 我认为AI的这个未来的前景会相当好 而且呢 现在我们在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先排除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结果 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关键点在往下走 我们所看到的 难道我们过去所想的AI 真的 从今年的年底 开始出货的GB200啊 这一些到了明年的大举的这个放量 那是不是对这些营收跟获利 可以产生明显的提升 其实我们要从哪里看 我们不能光讲对吧 对不起 第三季的获利报告 财报 10月份营收 所以当10月份营收 一丢出来以后 你看到那一些老AI 好我随便举例 今天都在冒量 老AI 音乐打算不算老AI 算 量能放出来没 放出来了 好了 音乐打 音乐打的位阶 我来看一下 你看过去怎么涨的 AI那个时候正在封的时候 哇涨成这个样子 结果开始往上攻 攻到这里 等一下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开始反攻 一点都没错 他在开始反攻 好伪创 来了 慢慢来 你先看前面这一段 你会觉得 哇那这一段是大家都很疯狂 所以来到高点的时候 还有放出更好的利多讯息 结果涨不动了 拉回来修正 这么长期的修正 可是走到年底第四季 我们终于发现一件事情 第四季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四季就是我们要讲的 见证奇迹的时刻 什么叫见证奇迹的时刻 过去我们都讲的 把它们形容这么好 所以呢 也有在调高目标价的 也有在调降的 到最后来到第四季 很多公司呢 它的出货量开始增加 第四季很多 我讲了GP200 包括伪创 GP200 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准备要出货 来了 各位 如果现在从第四季 开始陆续在出货的情况之下 只有一个人跑得最快 那他讲到 应该讲到鸿海 鸿海跑得很快 好了 洪家军也在动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联想到 那接下来会怎么做 第一 我们的AI 真的能够持续往下走吗 所以我现在抱着AI 到底有没有风险呢 先看 我先找一下 这昨天的 恭喜大家 附顶 附顶是跟鸿海集团有关联性的 泛鸿海集团的 好了 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了 但是股价还没有冲上100 那短线上一定有人跑去做当充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来分析 我先找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嗯 好 为什么要先看这个 这早上其实如果看那个股东前朝 因为我们今天有加一场的电话连线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AI需求 看端倪 什么看端倪 调升也就调高资本支出 台积电 你就不要想到川普的脸说 啊你要保护费怎么样怎么样的 晶片法的补助的补贴啊 就把你取消掉 他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啊 但是等他当选以后 看后续怎么讲 再说 来 再来看 日月光 金元电 历程 鸿海 广达 看这一段 鸿海 广达 伪创 合硕 音业达 哎呦 电子五哥 来 这是为什么看 调高资本支出 所以 AI的需求是强劲的 否则大家都不用调高资本支出 系格 台新科 宏康 这一群AI相关联的股票 这些公司 这些企业 他们是调高资本支出的 好 CSP 四大云端业者 今年 资本支出已经超过了2000亿的美金 美元 然后呢 他还要再投入8640亿 其中有三家的CSP的业者 要布局哪里 东南亚的资料中心 各位 我们看资料中心就好了 资料中心讲的就是 伺服器 我们不管通用伺服器 AI伺服器 大部分 现在目前的CSP的业者呢 大概会采取 如果要买伺服器 让你去选择 我要升级 我要做最好的配备 我大概现在会选择的 大概就是 GB200 NVLink 72的机柜 大概是9000多万 所以到明年 新的机种出来的大概都超过1亿 但是如果我现在不选择这个资本支出来买一个等级比较高的 它的效率比较好的 我干嘛要买次等级的 大家来讲这个观念 这样对不对 合理吧 合理 所以这些资本支出摆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I的未来需求仍旧强劲 台信任法说会也带过这句话 就是我们看起来AI是真的 对因为有人说是假的 所以才会讲出这句话 AI是真的 所以台积电量不断的扩充产能 这样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了那再过回来了 早上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 股东闲草给大家看的这个 我讲的重点是 这三档股票都可以续报 为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技嘉 刚才形容过美超围跟 辉达的关联性 好那既然如此 美超围他在 风雨飘摇 我都不知道他真的有没有办法 把财报如期的丢出来 当然你要知道 如果财报真的没有办法 如期丢出来 会发生什么后果吗 就是要下市 你知道那后果有多严重吗 所以美超围真的是很恐怖 好吧 好了再来 那技嘉 辉达旗下有做一家子公司 新创公司 那基本上他所丢出来的单子 就是给谁呢 就是给美超围 还有技嘉 那美超围现在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你到底要给谁 技嘉的伺服器营收占比 已经超过五成了 而且越来是越好 那大家都不要讲什么 板卡之类的 我就光讲 你也不要想到电竞 你就回到AI 你就回到伺服器身上 再加上一个技嘉旗下的技刚 他是做什么 一冷散热的 所以对所有伺服器来讲 对AI概念来讲的话 技嘉我觉得 很委屈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有赚钱的公司 股价反应 却没有如此热烈的反应 他真的委屈 股价是受到压抑的 那么这个压抑的部分呢 到了这个年底 应该要去释放出来压抑 那请问怎么释放 第一个获利面 第二个营收带上来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所谓的低位阶的这一些 真正的优质的基优的股票 他有机会出头天 那所以他有机会在往北上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灰基概念股 一个是灰打 一个是台积电 好 再来你就去看光阳科 光阳科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 那个我们把财报丢出来看一看 今年呢 有没有办法 前三季就超越去年全年了 来 大家请看 前三季EPS2.12 2块1毛2 去年1.83 超过去 大概估 现在目前在估 大概今年的光阳科 大概可以到达3块左右 而且他是黄金 黄金概念股 好吧 那光阳科其实 也是也是这样讲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位阶 就会发现 真的在往北上走 好 来 伪创 刚才讲过了 如果CSP呢 他们的这些业者呢 是要大举来扩充 然后呢 资本支出是调生的 那么伪创他 他至少有三家 云端服务业者 CSP里面至少三家 这是长期的什么 长期的配合 好 那GP200的运算板 跟B200的G板 第四季都在量产 可是伪创股本比较大 对哦 你说的也对了 但是鸿海这么大的股本 都推得动了 难道伪创 会推不动吗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都是利多消息 就像我们看到 鸣叶达的状况也是一样 现在看似乎都是利多消息 那么好 那利多消息 要用什么东西来去把它验证出来呢 就是我讲的 如果要验证 必须要去看 是不是如此 AI的需求是否强劲 是 那你又在里面 那有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问题 连你自己都在资本支出了 而且你的资本支出是调生的 好那我们就对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 好乐观 那你说那川普他能搞出什么 那川普他到底要不要经济 川普难道对AI 他完全都不看好吗 各位可别忘了 美国总统虽然大 但是还有国会 好那所以 我现在所看到的布局的情况会是这样 第一个等到明确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股市的反应 将会有一个震荡之后的往上拉伸 没有问题 这我们过去先跟大家讲的说 川普当选 有可能台股会先跌后涨 但贺锦丽当选台股会直接上涨 对吧 但这个问题 如果川普当选就没有这个问题 川普不认输 你们做票引发动荡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以目前的开票情况来看 川普是领先的 他是大幅的在领先 所以呢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不重要 剧本是这样子 我们来对应一下 所以开始我们这样讲 过去一直跟大家谈 我说如果你去看 这供应链里面曾经修正过的股票 我就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这曾经我们讲过的2421的见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GP200里面 NVLink 72伺服器里面风扇 使用数量 大家推估就是257颗 当时的见准并没有得到 回答的认证 好 可是在OCP大会里面 回答就直接讲了 见准变成他们的供应商 就已经去证实了 没错 回答供应链里面有了见准 好 那见准他所研发的这些新产品里面 就直接切进去了 砰开始切进去了 切进去 最快 最快 11月 不是 现在不是说11月 对 那11月 大概是如此 所以 不管他是走这个所谓的 静默式的这些所谓的新的产品 那因为切入了这个供应链以后 因为回答 直接来讲的话 就是告诉大家 我是AI的代表 所以回答现在超越 市值已经超越苹果了 好可怕 威泽家曾经讲过 台地链曾经说过 我们是好朋友吗 为什么 我卖给你东西这么便宜 我给你买回这个东西要这么贵 就是回答很赚钱 好不好 回答很赚钱 他的供应链呢 那现在目前的供应链呢 他会有去带到这样的光芒 好吧 那就要重新重来咯 我觉得会重来 什么意思 过去我们休息很久了 好 回答现在市值超越了苹果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机会 AI归队 各位 AI归队是什么情况呢 AI归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式朝着现在进行的方向是 蹦忘什么 2025前进 而且第四季刚好开始来做一个正确的出发 因为你要看到一个成绩单 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好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刚刚有张试卡 我突然跳过去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合硕集团 刚刚讲到合硕 合硕集团里面我们有挑了 这没有重复了 这个稍微把我删一掉 好 这个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报告了 这里面的华琴 他也花了大概将近快12亿 在美国的加州取得厂房 他进军哪里 一个北美的AI伺服器市场 这个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而且昨天股东前厂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你去看第三季有汇损影响的人 那你的基本功要很好 就是我获利能力很强 那你的汇损会对损失来的时候 我还扛得住 来啊损失再扣掉一些去 我还是很强 所以加总起来 华琴的前三季 就会变成7块2 去年 去年它的同期是4.85 这不错 而且第四季是它传统的旺季 如果你这样子看 又是一个切什么 切在北美在布局的 北美布局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在美国 对吧 没有错吧 我们这电子舞歌通通都在 墨西哥有去设 设场 为了因应什么 万一川普当选了 开始美中继续对战 对吧 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所以呢 中国大妈呢 很多呢 近期呢 都怕川普当选 都跑去买黄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都跑去买黄金 好来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去看华琴 股价到底有没有在动 华琴 真的有在动呢 等一下 华琴位阶很高吗 不高 这就是重点了 各位 你想象 想象一下 第一 我有获利 没问题吧 我获利面摆出来 我即便碰到有些汇损 但是呢 我获利也非常的优 所以 今年肯定会超越去年 获利面来讲的话 那好 那股本又不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过去的华琴股价还蛮高的 那么现在呢 又要开始出发了 各位你去看哦 你注意看哦 现在到第四季 很多赚钱的公司呢 股价都开始要开始做反应了 就往上走 因为什么 位阶低 再说一次 那你说技嘉 早上又打主播还问我 技嘉300块算贵吗 我不认为 技嘉300块 你觉得它算贵吗 我不认为 真不认为技嘉300块算贵 因为技嘉呢 基本上 我也形容过一件事情 它其实 本身的体质很好 有获利能力 第二 刚刚讲过了 那你挥达跟美超围之间的 那个转单效应 会转到谁 技嘉是最大受益者啊 所以你这样想看 第四季又摆在它明显的旺季 如此一来 过去修正这么大的幅度 技嘉应该会理论上开始 要往北上 朝着北上的方向开始前进 这就是我所看到 在年底 所有好的公司 理论上都要走一波 那么这一波走上去呢 那短线大家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 短线做当冲的人会不会围过来 想要来做个当冲 然后再撤退 有啊 当然啊 你量就会放大嘛 好的股票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很多节目当中 会看到很多分析人员呢 会跟大家报告说 哦这个股票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它就会开始形成一个效应 大家就会关注 关注以后就会伺机进去参与 参与呢 那原则上如果是短线参与者 你不太可能会流伤 你就做当冲 所以当冲也会带量能 对吧 那带了量能来就开始造成一个股市的效应就来了 越是热门股票越多人当冲嘛 不是这样吗 对啊 它的量能就会放大 好 那你就看见准 上次跟大家报告过见准 然后他拉回来休息哦 就跌破什么 跌破季限以后 在这个位置就92块8 打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认为见准怎么完蛋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摆明了就是一个筹码面的变化 过去有用融资买的人 短线上买上去 看他跌下来了不留了 好 第二个 我们再看有一些叫信心层面的 就是对公司不是很了解的 你看他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是越跌越低越来越没有信心 干脆把它卖掉 好那结果就造成一波 这种下 往下的洗盘 就刚好洗洗洗洗洗 洗到这里跌破季限以后 你看92块8都来了 就当天收在98块4 什么意思 打到最低点之后呢 开始往上拉 一定有人买 我今天是公司的老板 我都知道 大股东 都知道未来我们家公司的状况 会越来越好 怎么会放任股价就在这个低档 在那边晃在那边 不动呢 然后开始呢 整理一下 带着量能 又开始往上攻了 我也看他是这种北上的 北上的 大家请看啊 你看前面高点 大家请看前面高点 这两个头 这两个头在这边 那现在再串上来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到半三腰 还没到半三腰了 也就是说打到100块以下 其实他很适合来做承接 这是我的看法 100块以下的见准 他是适合来做布局的 如果今天大家这样看的话 那大家思考 那现在大家开始猜 猜什么呢 我回到重点来 猜什么 开始猜 川普如果真的当选呢 川普当选 那军工概念会不会浮起来 又浮起来 军工国防啊 那一些会耶 我说真的 那个短线题材又跑到哪里去 军工概念有机会又上来了 所以看起来似乎这个盘 一方面等待结果 二方面开始继续进攻 所以对我来看 大家想的关键点会不会来自于 我们现在只是在担心结果是如何 但是呢市场上就会告诉你说 好像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震荡还是可以拉高 不是说我这样子往下灌 所以近期的走势会变成大家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美股昨天还这么强 对吧 特斯拉上来了 然后会他也在往上攻 结果不是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不是要更谨慎吗 应该把一些资金撤离啊 结果没有想到是 居然还是这么热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 我们也很热 好吧 那大选似乎呢 最终的结果呢 也不能决定什么 因为过去从 美国的大选的历史经验来告诉我们 最终 还是往上涨 那就妙了 那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如果在震荡的过程 如果真的来个急杀 我们是可以去接股票 我认为还真可以 我认为真可以 那所以呢 各位 走到第四季的倒数两个月 我们现在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今年2024年要准备结账了 对我现在目前来看 当然看到这个行情呢 当然有一些扑朔迷离 找个资料给大家看 虽然扑朔迷离 但是呢 理论上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应该会很不错 为什么讲的很不错呢 因为整个的需求面出现 是在AI 那么如果AI需求面出现的话 当然我们要思考一个关键 美国是个大国 绝对没错 但是呢 他要提高所谓的进口的关税的时候呢 他会造就一个对他自己的损伤 也就是成本拉高以后 对通膨的影响 这个是他们要考虑的 所以各位来 美国川普他说他要降企业税 但这个需要国会的同意 而且时间没有这么快 所以在降税这一块呢 可能性呢近期也不会发生 所以呢 如果你提高关税 最有可能性是将通膨再往上拉 好 我们要得到一个结论 那此时此刻 我们在台湾股市里面操作 我们要关注到 这些股票到底 我们该怎么操作会比较好 一我们要续报吗 续报 未来美国需不需要建设 需要 请问美国建设有分哪几块 一我们过去讲过的电力 如果要发展AI更不用讲了 电力 二网路通讯 各位你想象一下 空间 AI是一个非常耗电的 对 好 运算 然后再来呢 网路通讯 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你我现在拿的手机 我们现在的规格都升级了 那我们升级的话 当然呢 你要跟得上我们手机 而且根据消费者所要的 我们不管在看影片 我们在读资料 我们在用AI 所以呢 我们的速度要越来越快 所以明年是WiFi期 各位想象一下空间 网路的建设 美国的基建的部分 已经丢出了大笔的预算 要进行网路的建设 还有电力的建设 如此一来 我们看到了就是 基础建设摆在那边 是国家政策 所以必须要去推动 各位那就来了 所以不管谁当选 这个政策的执行 都是往下走的 好 那就是有大把的钞票 摆在那边 让可以拿的人拿去 谁可以拿 这个我觉得下次 真的是等到 他的当选已经确认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 所有的美国的部分 所需要建设的部分 跟网路通讯的 跟电力概念的连接 我们台湾厂商 到底哪一些会受贿 我们再做一个专题的 一个讨论跟一个报道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所要做的一件事 很简单 就是超热闹的 因为今天大家都在看 那个美国在开票的 这个情况 你去看一些APP 或者去连接一些网站 你就会看 很刺激 那比看股票还刺激 因为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呀 但没那么快啦 但是看那个数据在跑 是很有意思的 就跟好像在看股票一样 今天早上 大家也不认为说 好 我们台湾股市 今天还曾经涨了332点 对耶 还大涨了300多点 突然急拉 啾 下拉上去了 所以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里面还是有炮火在里面 如果今天没有炮火 没有能量 它不会带到 上涨了300多点 所以各位 不要小看这个股市的变化 你越担心 它发现的效果越不同 所以呢 看起来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疑问 所以后面呢 我们要专注的 最后一个行情 年底座上 那年底座上呢 跟大家已经报告了 说如果第三季啊 第三季的获利报告 已经都出来了 那逐渐都已经明朗了 而且时间点刚好在11月14号 之后 所以美国总统大选明朗 降息 FED联准会 他们要降息也明朗 然后呢 我们的财报明朗 第三季财报 前三季都已经明朗 再来10月份营收 那10号不是要公告完毕吗 那就是也都明朗了 所以各位 那接下来这一段期间 刚好又没有什么财报会 看 然后什么都明朗 各位请问你要干嘛 拉 坐账啊 不然呢 不然还要等到何时 等到12月中旬下旬吗 没有哦 没有没有 那样来不及啊 就是你该垫高的 这个该垫高 就是靠着你的这个获利能力 跟你的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展望 你就必须看 因为公司很多都同时在发布法说会 对明年的展望 第四季的展望 对明年的看法 提出一个非常 我不认为现在有多悲观啊 就算他悲观他的 他的获利面没有那么好 他就是保守 看待而已啦 大部分会是乐观来看待 各位 那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呢 讲着讲着 我们的我们的很多股票呢 现在目前震荡完了 又开始往上攻击 我觉得很漂亮 漂亮在什么 大家切记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 老的AI 他虽然有包袱 上档有这个套牢的压力 可是该跑的也跑了 如果留着的人 他一定会期待 再往上攻坚 所以老AI 我觉得还会持续往下走 老AI居然能够往下走 那么散热族群 他绝对不会寂寞 因为从整个的 这个AI伺服器里面 我们再看 成本占据比较高的 又来了就是散热 所以当散热 你看到双红 旗红在开始在动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各位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们修正很久了 那有的刚站上季 现在开始往上推 所以原则上 那些位阶都很低 但他们都有赚钱 如此一来 各位 那很好 那大家说 那我们来压那个 军工概念可以的 因为已经有人在压了 对啊 你不要看 你去看台湾股市的盘 你看看今天 有没有人在压军工概念股 因为看川普在 川普在开的时候 就想 军工或许可以 因为军工筹码比较干净 讲真的 军工筹码真的比较干净 大家都没人在玩嘛 结果军工又被川普 也唤醒了 军工概念 所以军工开始又有人跑进去卡位了 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比较百花齐放 最后呢 筹码的归宿 再怎么看 我的看法会是这样 川普如果当选特斯拉车用的概念 这些会再度崛起 军工会起来 但AI不会摔得这么重 哇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真的这样子蛮好的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而且年底做账行情 该有获利的 该往上拉的 放心好了 没那么悲观 是吧 那就是近代 我们就是看 那个开票 等一下可以继续看了 我觉得超好看的 因为刚刚我一个朋友传过来 你在那边看 他那个数字的跳动的变化 很有意思 好 那今天的大盘呢 看起来都还很安全 我们要祝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能够守得住你好的股票 如果说你想说 我想要买一些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买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LINE里面 写跟 跟着队长操作的跟 加上联络电话 我再告诉你 该怎么买好的股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